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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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盘楼 刚被人点亮 一若满白霜 红衣裳 吊着花的妆 成就了新娘 容颜是种醉 青春是露水 鸣波入枝世人才说美 青春生了妆 黄昏写了妆 有谁值得我任老烛光 谁懂我 怎么能看 似一回 才能活过来 换一句心白 舍我和我海 有谁值得我用力去爱 留着眼泪笑 愁着眉头望 有谁陪那句地老天荒 年轻是红颜脸珊的杀 念起是红颜脸珊的小 念起是红颜脸珊的小 下管家 三少奶奶 你来了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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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少奶奶 下管家 今半夜带来这一帮人 在外面闹事呢 怎么回事 他今天不是来取货来的吗 是啊 可是他说货不对 三少爷都跟他们打起来了 什么 快走 你们继续工作 我去看看 你来 三少爷 好恨不实验见鬼 怎么着啊 谁不知道你顾少棠 是出了名的败家子 就你这花钱绣腿的 对付女人寻花问流那还行 想跟我金娃爷动手 差得远喽 再说一遍 找啊 住手 我当是谁的 原来是眼镜闻名的 孤家三少奶奶呀 果然名不惜传哪 金八爷 金八爷 如果你是来登陋坊做生意 我们自然欢迎 但是你带了这么多人 来登陋坊捣乱的话 我们孤家 也不是任人欺负的 好 看来 你们孤家 女人比男人有种啊 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 怎么了 金八爷 我们登陋坊的这些登陋 有什么问题吗 这还瞧不出啊 我跟你说 我跟你们孤家登陋坊定的 是你们祖传的孔明神灯啊 我是纳妾用的 这是喜庆啊 这可好 这给的什么 这什么 这是白灯笼啊 想诅咒我是不是啊 陈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八爷的订单 的确是我接的 可你当初要的就是白灯了 哪来什么孔明神灯啊 你是老家伙敢胡说八道是吧 好 你打赢打定去 凡是跟我秦八爷做对的人 就没有一个是好下场 你信不信我烧了你的登陋坊 你敢 秦八爷 这件事情听起来有点蹊跷 这个什么孔明神灯 连我都没有听说过 我们这个登陋坊又怎么肯定会做呢 您是不是搞错了 说得轻巧搞错了 看他 找我 看他 你看他 看他 你看他 操一探 我不能够得到 你这里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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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都不路的 这里边一定有人动了手脚 灯笼是全书接的 可是我亲自抄的 而且那一页的笔记 根本就不是我的 这个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还敢抵赖不成 你们灯笼坊 不是号称正常信誉第一吗 原来就是这么讲信誉法 号称信誉第一呢 兄弟们 给我砸走笼坊 上 住手 住手 往后退 他说往后退 这个事儿试试看 退 退 看不出啊 顾家还藏龙卧虎 你小子有点意思 看来是个练家子 那好 我金八爷今天就好好的 跟你过两招 金八爷 何必那么冲动呢 不过就是弄错了嘛 补救就好了 何必把事情闹那么大 为了砸灯笼坊呢 啊 我们顾家都算是民门 把事情闹大了 对你未必有好处 尽你三四个后行 好 既然你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给你们十天时间 十天时间如果到了 如果还交不出孔明神灯 到时候 那就不怪我金八爷不留情面 就等着关门大吉吧 兄弟们 走 走 我用人头担保 我就从来没接我这张单子 我还能不相信你吗 一定是有人从中做梗 看来这个金八爷来者不善 不用管他 让他等吧 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也对 反正我们也问心无愧 就算是他们来捣乱 我们也不怕他 话罪如此 可是他手里有登坊的订单呢 白纸黑字的 推不开啊 这个金八爷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们的订单又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有蹊跷 其中一定有内奸 内奸 这是什么呀 这是你的包银 不能白让你给我们搭那么多磁台呀 我知道你是有钱家的小姐 这点钱不算什么 但是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你要收下呀 谢谢林姐姐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好 这是我第一次赚钱 我一定要用这笔钱 好好地给他买个礼物 哪个他呀 我说你最近心情这么好 原来是有新上人了 就是他吗 不是 你找我来干吗 有事吗 这不是说你过两天要唱主角了吗 我特意给你做了件戏服 快让我看看 好漂亮 好看吗 好看 陆家 只为续浪 遥望尽善似终念相 小真子 我今天发包银 请你吃饭 好啊 什么孔明神灯 我就从来没听过这种灯了 我看他们就是想闹事 想从咱们这敲笔钱走 我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这件事可能没那么简单 我们要从长计议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如果我们就是不把这批货交给金八爷 他会不会对付我们 去得好吧 我带你玩去吧 小真子 走 走去那儿看看 走啊 小真子 你快帮我看一下 您随便看看 这个吧 这个不要 你打算送给谁啊 这你就别管了 你喜欢哪个 我 小姐 你看看这款你是不是中意 这是从英国进口的光热味精品 做过精美 用料讲究 书写也很顺畅 小真子 我就要这个了 老板 我要这个 这个多少钱啊 三块大盐 这个给你 好好好 谢谢 夏大哥他一定会特别喜欢的 小姐 你是喜欢夏管家吗 那 那他喜欢你吗 我这么讨人喜欢 怎么会没有人喜欢我呢 快走吧 那 那你知道我也喜欢你吗 不行 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要报官 把那个金八爷抓起来 我们有直接的证据 报官也没有用的 难道顾家真的有孔明神灯吗 对了 对了 咱们顾家还确实有过孔明神灯 什么 这么说 顾家真的有什么孔明神灯 我怎么不知道 我也是刚想起来的 这孔明神灯 曾经是咱们 灯笼坊的金字招牌啊 早年还作为贡品 上贡给皇上呢 就是靠着它 咱们顾家的灯笼坊 才兴旺发达起来的 可惜啊 后来这门手艺失传了 慢慢地人们 也就把它淡忘了 这些啊 都是我听老爷说的 快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这孔明神灯 是好多年前 有一个叫温展的师傅 发明制作的 这个人是个孤儿 一生最喜欢扎灯了 这个人不但手巧 而且还非常有创意 那时候咱们的灯笼坊 还不像现在这么有名 由于经营不善 生意一落千丈 当家老爷为了扭转局面 就多次邀请他加盟 可是都被他拒绝了 直到有一次 他遇见了如颜小姐 也许真是前世注定的孽缘呢 温展一见如颜 就爱上了她 但她不知道 如颜是孤家的小姐 她来找她 只是为了要她 加盟灯笼坊 可是 让人们又有意料的是 如颜也爱上了温展 温展为了如颜 终于加盟了灯笼坊 灯笼坊的灯笼 不但远近文明 还备受公理的青睐 常常被奉为贡品呢 可惜啊 好景不长 孤老板 根本就没有打算 把女儿嫁给一个 做灯笼的下人 于是 一对有情人 终于免不了要分手的下场 就这样 温展失弃了她的罪爱 为了找回和如颜的心 研制了一盏七彩灯 每天都在如颜的婆家门口点燃 总之啊 故事就是故事 这一后来的结果 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那孔明山灯现在在哪儿 这孔明山灯 我听说 当时只流传下来不到十盏 大部分都被皇宫给收藏起来了 只有一盏留在了姑娘 不过呀 也是不知去向 这就难办了 既没有做法 也没有样本 我们要靠自己想象做出来的话 比登天还要难 这金八姐怎么知道孔明山灯的 先别管她怎么知道 先报官吧 不行 没凭没据的 我们根本待合不了她 那你说怎么办 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我倒有个办法 不知道行得通行不通 快说 什么办法 我记得如颜的婆家 就在咱们隔壁村 后来因为驾到中落 就把产业卖给了姑娘 真的吗 那太好了 我们就去那儿找一找 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呢 听说那个汉花府 早就成了姑娘的杂务房了 我也从来没去过 不过明天咱们上那儿看看去 好啊 就这么办吧 好啊 嗯 我想到了一个抓住内奸的好方法了 真的 什么方法 明天我们派人去找孔明神灯 另外一个人留守在灯笼坊 内奸一定会跟着破坏 我们就找人暗中跟在后面 等他行动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把他请获 太好了 那我去找孔明神灯 不行 为什么不行 灯笼坊要留人主持大局 你又可以在暗中保护我 这种事关灯笼坊生死的大事情 顾家的人怎么可以不出现呢 除了我 还有谁 可是 你有身孕 不碍事 再说了 不是还有夏管家可以暗中保护吗 我在想 只有我出面 这个内奸才可以动手 如果是你出现啊 他就老实了 不入虎穴 阴德虎子 不行 这样太冒险了 你是对你自己的计划不放心 还是对我没有信心啊 你还可以找出比我更好的人选吗 好吧 可是一定要全书跟着你去 行吗 这次灯笼坊出的内奸 我十分的痛心 不过 为了保住灯笼坊的声誉 我暂不追究此事 等找回孔明神灯之后 再行处置 这段期间 所有人一概不准外出 明白吗 是 三少奶奶 今天要麻烦你 到老宅的摊花府跑一趟 去寻找灯笼的下落 没问题 我去吧 我也去 你就别去了 三少爷 灯笼坊不可一日无主 等三少奶奶离开之后 我也有要事要离开 所以三少爷必须留下来作证 我不同意 让女后去我不放心 她现在怀有身孕 她应该留在灯笼坊 少棠 还是我去吧 我自己会小心的 再说了 赛管家说得对 灯笼坊得有人看着 你应该留下来 三少爷放心吧 灯笼坊离这并不远 天黑就能回来 我会请全叔 陪三少奶奶一块去的 不行 少棠 你就让我去吧 我答应你 我会自己小心的 再说了 还有全叔他们保护我 不会有问题的 好吗 夏管家 三少奶奶如果有什么闪失 我为你试问 女河 小心点 我会去吧 放心吧 全叔啊 去备车吧 好 大家继续干活 我走了 小心 睡吧 还好吧 好 有事跟你说 你快点 三少奶奶还在车上等我呢 我跟你说啊 你今天可精神点 今天是下手的好事 你什么意思啊 只要这下款机 不在三少奶奶身边 我就有办法 听听 那你想怎么做啊 听我说 这 这能行吗 没问题 我自有分寸 你放心吧 去啊 快去吧 三少奶奶 这里不太脏 就别进去了 等一会儿我们收拾干净 您再进吧 不早点找到孔明神的 我心里根本就不踏实 没事 大家一块儿 来 使劲找找 必须能找到找到 阿棠 把每一个地方都仔细找一找 这个地方 也不知道多久没住人了 这个 这也太阴森了 这也太阴森了 怎么了 这窗外有人 哪儿有人啊 这不一个人都没有嘛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 你怕什么怕成这样 我 我就是胆小 全叔 别吓他了 你看 你看 这大白天的 窗外一个人都没有 哪来的鬼啊 别害怕了 赶快 赚点时间 把孔明神都找出来 来 有 Bru 척 唉哟 哎哟 ooh 哎哟 哎哟 唉哟 哎哟 你给摔了 疼死我 还能动吗 不行 不行 不行了 疼死了 动不了了 三少爷 我是自己摔下来的 你叫我自己去看大夫吧 那好吧 我让他跟你一起去 赶快 跟他一起去 谢谢三少爷 谢谢三少爷 我腿对对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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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直 放直 腿死我了 不行 来来来 来来来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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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他 他怎么样了 奇怪 摸起来没事了 那一定是筋断了 要是筋断了 大夫 这 这 那人先留下来 我再仔细查查 行行行 动了仿事情吗 你先回去吧 先回去吧 别耽误了 那好 我先走了 先走吧 先走吧 回去吧 一会儿我再来接你啊 行行行 大夫 大夫 您多费心了 一枕父母亲 你就放心吧 别吐嘴 大夫 我的嘴没事了 你这身妙手挥车 我先走了啊 三少奶奶 整个屋子都没有孔明深灯 您看 咱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我们先别忙着回去 我们先别忙着回去 这个宅子这么大 肯定还有我们没有找到的地方 我们先在这坐着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再找 好的 那我先在这儿 那我先到别的房间再找找 我跟你一起去 我们先我觉得 你走 从别后一相逢 几回梦魂与君同 金霄盛把银红罩 相逢惟恐是梦中 难道这是乳烟吗 谁 这里那么多画册啊 这要是有印证 抚明深深的制作方法那的太好了 阿童 阿童 淳叔 淳叔 这条会不会出人命啊 没事没事 我只不过下去了 这 这样就没命了 那只能怪他 等小命短了 那 那你下一步怎么办 下一步 赵秀宏秀宏 我可告诉你啊 你不许杀害三少奶奶 他是个好人 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我只不过是下架她 我知道 让她落了胎 好向大少奶奶交代啊 其他的我不会干的 等一下 还是算了吧 一条人命啊 这三少奶奶又是没了孩子 应该也会很伤心吧 逃逆的 现在婆婆妈妈的呀 那我们也不能 昧着良心做事啊 那你说 大少奶奶那边怎么交代 那我们就离开孤家 再也不回来了 什么 就这样吧 三少奶奶对我有恩 我不能恩将仇报 你走吧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走 我看你现在这心软了 我走 哎哎哎 对了 你可千万不许出去啊 老家伙一会儿醒了 你一定一口咬死 你什么也没看见 听见没有啊 知道知道 你走吧 走吧 我走了 叔叔 我留在一起 谁在这儿 你是谁 你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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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就是登的房子那间 夏拐家 夏拐家 夏拐家不好了 夏拐家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穿那间 全书昏早了 你跟我去看看吧 走 夏拐家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你 你是人是鬼 我是看守这儿的人 又或者说 是被这儿看守的人 你 你是如烟吗 如烟早就已经不在了 我只是一个 知道他故事的未亡人 我明白了 我 我是 我知道你是谁 也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 既然你能找到这儿 说明和这盏灯笼有缘 拿去吧 这只灯笼 就是孔明神灯 这是传说中的孔明神灯 你真的愿意送给我吗 太好了 谢谢你 谢谢你 先坐下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怎么样 群叔 好点吗 好多的 没想到 你还有两下子 没什么 刚才发生什么事啊 刚才 我突然看见一个 正明的鬼脸 一下子把我吓晕了 现在回想起来啊 一定是个戴着面具的贼 不会吧 我也看到了 那个戴着面具的 就是那间 对了 三少奶奶一个人在那边 不会出什么事吧 没事 我去看看 全叔 你先休息一下 这个夏管家 倒是真的挺关心 三少奶奶的 不知道她还以为 三少奶奶是她喜欢 行的行的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 三少奶奶不见了 三俩都有责任 何不赶紧找着去 对了 你知道 如燕跟温战 最后 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吗 我也是到了这儿 才知道如燕的故事 燕之雷 人家 眼竟在婊上 幸留罪 几十重 自是人生长恨 水长冬 如烟嫁给炭花狼之后 温展每天都在他家门口放灯 可是人生就是这么苦 就这样 如烟被关进了这间小屋子 终于温展决定带如烟走 他把写好时间的灯送了出去 却不知道 灯已经烙在了炭花狼手中 结果温展等来的只是炭花狼的家丁 温展以为如烟背叛了他 他最终选择了投河自尽 炭花狼把一切都告诉了如烟 他要惩罚他 让他伤心欲绝 然后再把他赶出去 结果女人就在这个地方 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他每天每天都会写下一些文字 希望来生温展可以看到 可以感受到 这样他就满足了 明明真心相爱的两个人 到头来 却要怀着恨离开这个人情 真的是太可怜了 这个灯笼现在在你手里 如果你的生命里也有一个文展 希望你可以比如烟幸福一些 我生命里的文展 如果你们相遇到 就要好好珍惜 你到底是谁 你知道什么 你怎么会知道呢 我只是一个 和如烟有着相同亲密的人 那你的文展呢 你为什么要待在这里 不出去找他呢 如烟每天点灯 而不告诉温展她自己的处境 就是希望她能够活得快乐 我也一样 只要她快乐就好 可是如果你们彼此相爱 她见不到你 会快乐吗 没有我她才会快乐 如果我出现 一定会给她带来烦恼 你说得我都不明白 你不需要明白 来世的路还记得吧 我就不送了 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不要告诉别人我的存在 这样会让我痛苦 你让别人痛苦 我明白 你放心吧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谢谢你的当务 三少奶奶 三少奶奶 怎么样了 都找遍了 没有啊 会去哪儿呢 全叔 三马家头 你们看 口鸣神灯 太好了 你在哪儿找到的 就在 就在那边那个没有人的角落里面 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回家了 夏大哥 有了这只七彩灯笼做样子 想做出什么样的灯笼都不是难事 是啊 太好了 我们回家吧 我帮你拿 小心点 好 走 走 对不起啊八爷 弄错订单是我们不对 请你付完款之后 把这些灯笼拿走了 这样 账呢我先欠着 灯笼也先放你这儿 过几天我再来取货 兄弟们 走 那怎么行呢 做生意讲求幸运那是你说的 乔主不要这些灯笼的话 我们可以请巡捕方来评理啊 好 小子 算你有主 来人 把灯笼拿走 回去 慢走啊 不送了 下管家 这么难的事都难不倒你啊 你先去忙吧 是是是 我还有给你钱要抓呢 是 这下云开 又搞什么鬼啊 不管搞什么鬼 他一定有他的办法 你们大家给我听好 我已经知道内心是谁 不过 为了顾及大家的颜面 我不想直接说出来 你们自己承认吧 夏大哥 夏大哥 刚才巡捕房的人来报 出金八业移动刑 什么都招了 现在 我们知道谁是内奸了 夏 夏管家 我 我错了 是我错了 你饶了我吧 夏管家 你饶了我 果然是你啊 看来我们这树戏 并没有白野呢 戏 你 你骗我 金八业没被抓 无凭无据 我们凭什么抓人呢 不过现在可是人阵无阵都齐全了 来呢 把他抓到什么房去 不能不能不能 你不能抓我 为什么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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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就不是主谋 那谁是主谋 是顾家的 大嫂奶奶 是沐昕 大嫂 是 你简直胡说八道 我 是不是看事情败露了 就想陷害大嫂 大嫂根本不在怎么指使你 阿妞 到底怎么回事 你快说 是 我说了你们就把我犯了 小废话 快说 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 其实这次登陆房也没有什么损失 我看 就不用进入巡捕房了 既然阿妞已经承认了她是内奸 夏管家 我看 把阿妞开除就行了 这 我相信大嫂奶奶的为人 她是不会这么做的 阿妞之所以这么说 只不过是想为自己开脱罪名罢 是不是阿妞 不是 不是 阿妞 假如你是为了捞钱跟别人串通 顶多也就捞到一个吃里扒外的罪名 但是这件事情 一旦牵扯上大嫂奶奶 这兴趣可就不一样了 如果大嫂奶奶认了 那你就是怂恿主子行凶 如果大嫂奶奶不认 那你就是诬告 我念在阿桃伺候了我一场的份上 愿意放你一条生路 阿妞 我说的话你能听得明白吗 我听明白了 三嫂奶奶我错了 都是我一个人错 你饶了我吧 三嫂奶奶 你饶了我吧 三嫂奶奶 你饶了我吧 三嫂奶奶 全说 去账房 拿五两银子给她 让她走吧 是 谢谢三嫂奶奶 谢谢三嫂奶奶 走 门口等我去 是